Hello大家好,我是Gary Gary在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西甲的比赛当中 西班牙人队在主场以1-0的比分击败了同样积分的赛尔塔队 可以说在西分宝上面给自己奠定了一个不错的位置 虽然往上走,欧连杯估计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往下呢,宝吉呢,现在来说呢,应该是板上钉钉的这个事情了 那么如果说中国人还看西班牙人队的比赛呢 那么可能只有一个原因,那么就是看全村的希望无垒 那么确实就在今天早上,在60多分钟就被替换上场的无垒呢 在比赛最后的阶段,一季爆赦,以1-0的比分呢 终结了这场比赛,也是为自己在维持了600多天的这个进球荒呢 画上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句号 因为这一球呢,就等于西班牙人队拿到宝贵的3分 并不是锦上添花,或者说是在毫无悬念的比赛当中进球 那么可以看到全场的这个球迷呢,再一次想起这个呼叫无垒明智的这个场景 那么如果要说到上一次全场呼叫无垒的明智呢 还是上一次打进欧联杯的这个时候 西班牙人队的主场可以说是乐开了锅 所有的球迷呢,都一涌而上冲进这个球场里面 无垒呢,也是被球迷们呢,高高捧起 但是今时不如往日了 在多次更换主教练,随着无垒的这个年龄的增长 随着无垒患了新冠肺炎之后呢 可以说呢,无垒在西班牙的这个足球旅程呢 可以说是直线下降啊 那么上一次在这个低级别的联赛当中呢 进入了自己可以说是久违的进球之后呢 到今天呢,终于了在联赛当中呢 也是给自己呢,争取到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吧 但是对于无垒来说呢 这个进球呢,可能并不能够改变他在西班牙的这个欧旅生涯的这个未来 那么现在看来呢,大概率的无垒呢 还是会被排除在这个球队的计划当中 那么在合同结束之后呢 那么无垒呢,还会不会留在西班牙人队呢 那么就是看老板呢,怎么去操作了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无垒在过去的这么多场 整个赛季的这个西甲比赛当中呢 那么都是呢,很难有出场的这个时间 那么有时候呢,仅仅在补食阶段 或者说是最后十分钟的时候呢 被这个主教练呢,替换上场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球队老板给总教练的这个指示吧 那么可以说呢,对于无垒来说呢 根本没有任何这个发挥的这个空间 当然了,你可以怪教练 也可以怪无垒本身这个竞技水平 在球队的训练当中呢,并没有呢 让总教练,主教练呢 给他一个更多的这个出场机会 那么呢,也是我们需要接受的这个现实 而且在西班牙人队的这个阵容当中呢 不缺这个进攻的这个好手 以及中场边路的这些非常出色的这个球员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媒体啊 是怎么样报道今天这个事件的南方都市报 时隔666天之后呢 中国足球的全村希望 无垒呢,再一次在西甲的联赛当中呢 取得关键进球 下半场第66分钟替补出场的无垒 在89分钟接到球队 这个队友达德尔的这个传球后呢 爆射破门 1比0的比分带走比赛 那么说到这个达德尔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呢 在无垒刚刚加入西甲的第一个赛季 以及第二个赛季当中呢 实际上给无垒传球传的最多的呢 就是达德尔 那么达德尔呢 在球队呢 当时呢并不算是这个绝对的这个主力 在中场的这个人选当中呢 其实还有很多更好的一种防守 攻防兼备的这个球员 达德尔呢 有时候呢会经常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呢 频繁的拿到一些黄牌 给自己呢带来了很多的这个麻烦 但是说到给无垒传球的这个意愿呢 全队来说呢 他肯定的算是第一名 可以看到无垒有许多的进球呢 都是达德尔呢 这个精准的找到无垒 跟无垒呢 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配合 那么堪称呢 当年在上海上岗队呢 奥斯卡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么今天呢 果然果不其然啊 就是达德尔给他传一个关键的传球 可以看到啊 在无垒走位的这一下呢 很早呢 就把这个双手摊开呢 告诉达德尔呢 给他传球 然而达德尔呢 没有第一时间理会 而是在等到无垒呢 跑到最佳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让无垒呢 能轻松接球 同时呢 能有很好的这个打门的角度 好 无垒呢 是一脚暴涩呢 为自己呢 带来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个进球 好 那么南方都市报继续说 那么赛后呢 无垒呢 也是冲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啊 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呢 是几乎近来不可多得的一股正能量 无垒上一次在西甲进球呢 就说到2020年6月13号 对阵阿拉维斯的比赛当中 西甲的官方啊 更是称赞无垒这个进球啊 说无垒等于绝杀加球队的6分 那么两队在本场比赛之前呢 同击36分 而在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呢 西班牙人队呢 在积分榜上呢 超过了赛尔塔 上升到西甲的第11位 那么目前西班牙人呢 已经领先位于降级区的加迪斯队呢 有11分 基本上呢 是确保了已经上岸了 那么在打进这球进球之后呢 无垒呢 也是握拳怒吼 喜悦之情呢 意欲言表 那么对于无垒个人来说呢 这个进球呢 也是有多重的这个意义的 首先呢 就是本赛季无垒的第一个进球 打破了西班牙人队 长达117天的这个进球荒 那么刚刚说到了 他这个所谓的进球荒呢 并不是联赛的进球荒 是在球队的进球荒 那么当时呢 进球呢 还是在去年的12月14号 对阵这个国王杯这个低级别的 这个克瑞斯图竞技队的比赛当中 所进的一个球哈 那么无垒至此呢 创造了连续三个赛季征战 西甲均有进球的这个记录 这个也不是说什么记录哈 你作为一个前锋球员 进球呢 是你一个本职的工作 对不对 那么目前为止呢 无垒的刘洋生涯总进球数呢 上市到16球啊 其中呢 在西甲的比赛当中呢 打进了8球 那么可以说到 其实无垒在杯赛的当中呢 也是频频的呢 给西班牙人队呢 带来这个积分 以及进球 特别是在刚刚加门 球队的那段时候 那么无垒在赛后呢 通过俱乐部官方微博呢 对国内的球迷呢 表示了感谢 非常开心自己能够进球 帮助球队取得胜利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支持 我们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 大家一直都在身后支持我 也希望自己以后 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多的这个帮助 无垒本赛季呢 在西班牙人队呢 已经成为了边缘球员 已经连续20一轮的 扮演这个替补的这个角色了 最近4个月在西甲替补出场4次 合计只有可怜的27分钟 外界舆论呢 一直劝无垒离开西班牙人队 不过无垒呢 一直呢 对此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回应 可以说在12强赛的这个 征程结束之后呢 免于周这个周居劳顿的无垒呢 可以更加有心思的 更加focus的 集中精神的打好 最后几场的这个西甲的这个比赛 也是要为自己呢 随时上场呢 做出一个绝对好的这个准备 好嘛 不论如何呢 可以说在中国足球寒冬之际呢 无垒这个竞技球呢 也是给我们一些球迷朋友们呢 带来一丝一丝的这个喜悦 但是留给无垒 留给中国足球的这个思考呢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球迷呢 也有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应该 圣也爱你 拜也爱你 把中国足球最艰苦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一起度过 好了 我是Gary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点赞 以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